二战进入1944年 法西斯德国陷入内外交控的困境 而苏军此时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 都已大大超过了德军 苏联人民的大反攻开始了 从1944年1月中旬开始 苏军对德军及其不同国军队 连续实施十次进攻战役 史称十次突击 苏联十个方面军 在几十万游击队员的配合下 浩浩荡荡 凯歌袭进 1944年1月2月间 苏军首先解放了列宁格勒 6月底苏军击溃芬兰军队 迫使芬兰政府停战求和退出战争 6、7月间进行了百俄罗斯战役 给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毁灭性打击 坚敌54万人 西进了500到600公里 进入波兰东部 8月底苏军进入罗马尼亚 9月初进入保加利亚 两国人民都举行起义 建立民众政权并对德国宣战 10月苏军进入匈牙利 直到1945年4月 经过各战才完全击溃那里的德军 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人民 经过长期抗战获得了解放 1944年苏军通过十大战役 解放了苏联的全部领土 共歼灭德军两百余万人 进入东欧各国作战 在北部的战线逼近德国领土 1944年6月6日 美国和英国在经过近两年的准备之后 在英国本土集结了海陆空军 287万人和大量的舰艇飞机等武器 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实施登陆 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6日凌晨 3000多架美英飞机 把三个散兵式冲投到 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 居民时分 英美2000多架飞机 先后对德军海岸防御攻势 进行猛烈轰炸 日出之后 盟国海军战舰开始猛烈轰击德军阵定 六时三十分 美英加五个师的部队 开始在五个滩头实施登陆 真正开辟了第二战场 到六日夜晚 盟军已有十个师的部队上了岸 建立了牢固的登陆场 由于进攻之前 盟军巧妙地制造了主攻方向 在加莱地区的假象 进攻当日天气恶劣 西线德军司令部 没想到盟军会在此时登陆 因而措手不及 天亮之后 德军组织反击 但已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 希特勒迅速调动援军 试图将盟军困在滩头 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 诺曼底摊头争夺战 到七月五日 盟军已有一百万人登陆 七月底盟军大举进攻 在法国法莱斯地区 围监了德国B集团军群主力 盟军势如破竹 横扫法国腹地 八月十五日 戴高乐重建的法军和美军 又在法国南部登陆 二十五日 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入首都 戴高乐将军也回到首都 巴黎居民万人空向 欢迎戴高乐 欢庆祖国解放 艾森豪威尔挥尸猛进 指挥几路大军 风卷残云湾 向德国边界通静 九月三日 盟军解放了布鲁塞尔 十日解放卢森堡城 十月二十一日 占领德国第一座城市 雅琛 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 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认为 盟军应集中力量 攻取柏林 到十一月底 盟军已增加到三百万人 但由于盟军进攻的正面 宽达七百二十公里 所以仍感到兵力不足 1944年12月16日 希特勒拼凑二十个师 从阿登向美军最薄弱的防线 突然发起进攻 企图击溃北面盟军四个集团军 与美英构合 然后集中力量去对付苏联 结果是德军伤亡十万人 希特勒什么也没有捞到 但这一仗却打乱了盟军的进军时间表 使美英抢先占领柏林的计划 化为炮营 最后只得望一北河而兴探 德军在阿登反扑之后 丘杰尔集电斯大林求援 1945年1月12日和14日 苏联军队提前从波兰 维斯瓦河以及华沙南面发动进攻 解放华沙 1月底渡过奥德河 并在西岸占据桥头堡 与此同时 苏军还实施了东普鲁士战役 这时苏军离柏林只有60公里 1945年2月4日至11日 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 斯大林 罗斯福和丘杰尔 在苏联的亚尔塔举行会议 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很多重要问题 也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 史称亚尔塔协定 在罗斯福的倡导下 亚尔塔会议决定 战后成立一个超国家的国际组织 来规定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 防止新的战争 这就是联合国 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 苏联 美国 英国 中国和法国 并议定了安理会的表决程序 斯大林承诺 苏联在打败德国之后 出兵对日本作战 美国允诺苏联在中国大连 旅顺以及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拥有优越权 因事关中国主权 罗斯福总统将采取步骤 以取得蒋介石的同意 亚尔塔会议还规定苏联占领德国东部 英国占领西北部 美国占领西南部 三国共同占领柏林 会议还讨论了波兰的边界和政府改组问题 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 苏联同英美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苏联支持已经建立的 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临时政府 而英美则要求 让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主要领导人入阁 这表明在法西斯行将失败之时 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矛盾 已上升到重要地位 即冷战的阴影已出路端倪 亚尔塔会议所确定的欧洲政治格局 一直到1989年 柏林墙倒塌后才告崩溃 会后不久 罗斯福总统回国后 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 杜鲁门继任为美国总统 1945年初 苏联就为攻克柏林做准备 把大量作战物资运往奥德河畔 并准备用三个方面军攻打柏林 总兵力为250万人 拥有大量火炮 坦克和飞机 而德军在柏林城内外总共只有120万人 武器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 在担任主攻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地段上 苏军集中了83个步兵师 115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14628门火炮 1531台火箭炮 1945年4月16日晨 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万炮齐轰 打响了这一历史性战役 五时许 苏军的143架探照灯豁然大开 强烈的灯光直射德军阵地 苏军步兵和坦克猛烈冲击 至天亮时已突破德军第一道防线 20日 苏军开始炮击柏林市区 从4月21日到5月2日 苏军向柏林发射180万发炮弹 并运去了每发炮弹打500公斤的要塞炮 以攻击室内兼顾攻势 25日 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 在波茨坦附近会师 与此同时 苏军和美军也在柏林以西的 异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 从而把德军结成南北两半 4月底 室内战斗达到了激烈的顶点 4月30日 21时50分 苏军战士在德国国会大厦主楼的圆顶上 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4月30日下午 阿道夫·希特勒和新婚妻子 艾瓦·布劳恩双双自杀 希特勒这个法西斯魔王终于恶有恶报 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屠杀了犹太人 和其他和平居民1200万人 希特勒死前立下遗嘱 任命海军司令邓尼茨为其继承人 5月2日晨6时 柏林守备司令打着白旗 越过阵线向苏军投降了 下午三时 柏林德军全部放下武器 在整个柏林战役中 苏军歼93个师 伏敌官兵48万人 苏军伤亡30万人 在西县 德国还有66个师 但战斗力很差 3月7日至31日 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法国的部队 共85个师相继渡过莱因河 向德国腹地挺进 从4月12日到5月初 从北到南 盟军解放了布莱梅 莱比锡 斯图加特 慕尼黑等地 这时 希特勒已经自杀 德军兵败如山倒 残兵败将像潮水一般勇往西线 向英美军队投降 因为他们在苏联作恶多端 生怕苏军报复 结果包括在战场上的俘虏 投降的德国官兵总计为810万9千人 1945年5月8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 8日24时 在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主持下 苏联 英国 美国和法国代表 在柏林接受了德国代表 凯特尔元帅签署的投降书 五月九日零时四十三分 签字仪式结束 欧洲战争到此结束 在太平洋战场上 随着美国空军海军优势的不断增强 美军采用跳岛战术 越过一些日军死守的岛屿 向日本本土进攻 美军发起两路进攻 麦克阿瑟将军指挥 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 西南太平洋战场 主攻西几内亚和菲律宾 以米兹指挥中太平洋战区 从夏威夷总指挥部向西进攻 马少尔群岛 马里亚纳群岛 硫磺岛和冲绳岛 1943年5月至8月 美国海军先夺回阿刘申群岛 11月 美国海军攻下 吉尔伯特群岛后 便马上在岛上修建空军基地 为下一步进攻做准备 1944年2月底 美军占领了马少尔群岛的主要岛屿 接着又攻下加罗林群岛 1944年6月6日 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美国第五舰队 从马少尔群岛起航 直指马里亚纳群岛 7、8月间 美军占领了其主要岛屿 塞班岛 皮尼安岛和关岛 突破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防波堤 在这些岛屿的争夺战中 日军进行了绝望的挣扎 往往战至全军覆没 6月20日至21日 美国海军同日本海军 进行了菲律宾海海战 大败日本海军 绝望的日本军方 阻止神风突击队进行自杀式攻击 击沉了一些美国军舰 但却阻止不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 和菲律宾海战的惨败 使日本东条内阁倒台 日本本土感到了威胁 1944年10月20日 美军在菲律宾的莱特湾登陆 麦克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 1945年3月 美军解放了马尼拉 美军成胜前进 1945年3月 经过苦战 占领了硫磺岛 7月初 美军占领冲省 离东京越来越近了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 苏美英三国 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 举行会议 商讨战后如何处理战败国 以及对日作战问题 7月26日 美英通过外交途径 征得蒋介石的意见 美英中三国 发表波茨坦公告 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 所有武装部队 无条件投降 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而且大量征兵 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 从皮尼安岛起飞的 美国远程轰炸机 B-29 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小男孩 炸死78,150人 炸伤和失踪51,408人 两天后 即8日下午5时 苏联外长向日本驻苏大使 递交一份通告 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 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8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向全中国人民下达了 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动员令 这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有19个 正规部队已增到91万人 民兵为220万人 被中共中央大反攻的命令下达后 八路军 新四军 东北抗日联军 华南抗日纵队纷纷出击 向日纬军展开大反攻 缅甸 越南 马来亚人民举行起义 打击日军 印尼人民宣布 印度尼西亚独立 成立共和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 也于9月2日成立 8月9日零时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指挥174万大军 分四路 从中苏边界 中蒙边界 和中朝边界 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日本关东军 发起全线进攻 包抄 分割和围歼日军 这时八路军的几支部队 也迅速出关 与东北联军一起配合苏军打击日寇 到8月30日为止 日本关东军全部被解除武装 在整个远东战役中 苏联军队共击毙日军 八万三千七百三十七人 伏敌五十九点四万人 九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 美国又在日本长期 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炸死九万五千八百四十五人 炸伤四万三千零二十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广播了 接受波茨坦公告 停止战争 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根深蒂固的 通过中日加武战争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扭断了大量的赔款和输地 亲历的野心愈发膨胀 1937年攻打中国的时候 北万大军陷在中国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1941年的时候 又成英发美战备不足 实力空虚的时候 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这样他就把美国 英国 河南都变成敌人 四面树敌 十道寡作 他是必然要遭到失败 第二点 战争是一个正和国力的较量 日本是一个岛国 很小 资源平凡 很多战略物资都依靠进口 特别是要石油 它和美国对比 当时的经济指数是1比9 即日本是1 美国是9 美国的战略轰炸 特别是太平洋上潜艇的活动 其成了大量日本的商船 使得日本的海外运输线几乎断绝了 以1937年的日本经济指数为100 到1945年降到57 差不多就降到一半 所以这样子呢 日本这个战略物资越来越感到匮范 所以战争时间越长 日本的战略物资越感到匮范 中美英曾经对日本发表了波斯坦公告 登出日本投降 但是死恩的法西斯分子拒不投降 45年的8月6号和9号 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9号凌晨 苏联174万大军 在瓦西利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 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发动了进攻 把日本关东军打得一败土地 所以到8月底 日本关东军就全部被打垮了 中国和东南亚国国军民 都进行了大反攻 在这种条件下 日本帝国主义者就被迫投降 日本向所有同盟国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 是1945年9月2日 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略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 日本外相和陆军总参谋长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 以及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然后是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们签字 同盟国代表 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美中英苏澳加法和新西兰代表依次签了字 9月9日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港村宁次 在南京签署投降书 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亲投降 10月25日 台湾澎湖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工会堂举行 日本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立吉 向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怡签署投降书 日本统治50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中国各地先后向中国代表投降的日军总计为 一百二十八万人 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义日法西斯侵略者的可耻失败而告终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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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